大家好,12月21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当天发布公告 决定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 长期来,民进党当局单方面对大量大陆产品出口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等措施 违反了ECFA关于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多数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条款 损害了大陆相关产业和企业力 我们支持相关主管部门采取终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措施 朱凤莲指出,2010年6月,两岸在92共识技术上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多年来,大陆始终切实履行承诺,推动和保障了ECFA的生效和实施 给两岸,特别是台湾相关企业和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但民进党在上台前攻击ECFA 上台后不仅不采取切实举措解除对大陆歧视性贸易限制 还不断变本加厉,修改规则,设置障碍,恶意阻挠破坏两岸经济正常交流合作 严重阻碍ECFA实施,导致大陆有关部门不得不终止ECFA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 此类问题本可以通过两岸协商予以妥善解决 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破坏了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 让相关问题难以得到妥善解决 两岸同胞深受其害 我们希望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 两岸双方可以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协商解决两岸经贸关系中的各类问题 那么今天美国的NBC12月20号引述了三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 称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最近在九星山峰会上直接了当的告诉美国总统拜登 北京将让台湾与大陆实现同意,但时间尚未确定 这些官员说有十几位美国官员参加了小组会议 习近平告诉拜登,中国倾向于以和平方式而非武力夺取台湾 据美国官员透露,习近平还提到美国军方负责人公开预测 他计划于2025、2027年攻台 习近平告诉拜登,说这个预测是错误的 因为他还没有制定时间表 这些美国官员透露,中国官员还在峰会前要求拜登在会后发表公开声明 表示美国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台湾的目标 不支持台湾独立,但白宫拒绝了中方要求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该报道指出,这些披露为拜登和习近平之间 只在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重要会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细节 习近平先生对拜登先生的私下警告 虽然与他早先就台湾统一问题发表的公开言论没有明显不同 但却引起了美国官员的注意,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对台湾行为 被认为越来越具欺略性的时候,也发生在这个民主自治岛屿下 于下个月举行关键总统大选前夕 那据了解呢,拜登和习近平那次谈话的美方官员称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谈话直接坦率,没有对抗 一位了解习近平谈话内容的美国官员说,习近平的语言与他一贯 那报道称呢,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的剑拔弩张 一直是拜登政府官员的一大担忧 他们正努力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那在去年的中共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公开表示 如果台湾在外国支持下宣布独立 中国将对其进行军事打击 这位中国领导人说,武力威慑只针对部分外国势力 干涉和少数寻求台湾独立的分裂分子 习近平提出了2035年使中国经济翻一番的目标 他还说,我们必须继续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 一些专家据此认为,如果台湾不宣布独立 那么中国是否会进攻台湾,值得怀疑 因为军事冲突可能会阻碍中国实现经济目标 美国的官员车,旧金山峰会期间 习近平表达了对下月台湾总统选举候选人的关系 他说习近平还指出了美国对台湾的影响 一些官员说,当拜登先生要求中国尊重台湾选举程序时 习近平先生回答说,和平是一件好事 但中国最终必须找到解决办法 拜登与习近平的会晤是双方一年来首次会晤 在今年2月美国击落中国间谍体系后 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跌入谷底 美国官员花了数月时间才促成这次会晤 白宫希望这次会晤能缓和紧张局势 拜登随后强调了避免冲突的表情 拜登说,美中两国处于竞争关系中 但我的责任是使这种关系合理化、可控化 从而避免以冲突告证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才是最重要的 NBC引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博恩斯 今年早些时候说,美国情报显示 习近平先生已命令其军队做好2027年武统台湾的准备 博恩斯先生说,这并不意味着 他已经决定在27年或任何其他年份实施入侵 但这确实提醒我们他的目标和野心的严重性 拜登过去曾说过,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美国军队将保卫台湾 但白宫收回了他的说法 拜登的中国政策不变 NBC指出,作为其长期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但与台湾保持了非官方关系 就像北京声称台湾时期领土 台湾2400万居民中大多数赞成维持现状 既不与中国统一,也不正式宣布独一 旧金山峰会结束时,拜登先生重申了美国的长期政策 他说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保持一致,这不会改变 该报道还说,参加此次会晤的中国官员华春莹 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新平告诉拜登和其他美国官员 台湾问题仍然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华春莹还说,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中国将实现统一,这不可做 那我谈一下我的看法,实际上这一次中国大陆对ACFA部分条款的关闭 我个人判断的是武统派的胜利 因为过去这个合统派,它实际上左右了两岸政策 合统派的相关政策不但刺激了台独 反而让台独拿中国大陆对台的这些让利做为什么? 作为自己台独的筹码 就告诉台湾老百姓,我们实施台独相关的政策 大陆不但不反对,反而给我让利了 我越台独,大陆越让利 那反而就形成一个死亡循环,死亡的逻辑 这个逻辑不能解,因为一旦中国大陆 对台让利,那么台湾方面,台独方面 会把中国大陆的让利包装成台独的声音 那中国大陆只有反向 也就是说当时我看到这个合统派控制中国的舆论 包括控制中国的高层 谁说武统都会受到打压 包括我,我受到很多打压 只是没给大家报道 很多人找我,你不要再说武统了 武统和中国现在政策不合时宜 你再说的话我逮捕你 但实际你可以看到,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支持武统 但是武统派的声音现在逐渐的被高层听到 为什么?因为发现了合统派的时候 合统派在出卖中国的利益 反而在和那些台独分子沆瀣一气 包括过去,大家一直带船嘛 谁再不想联安统一啊? 国台办呢?为什么? 联安统一和国台办那帮人领导遛狗去了 在北京一退休,一人领小狗 在北,北京到处遛狗嘛 这是他们的未来啊 没工作了,国台办撤了 为什么要给台独让利啊? 为什么国台办天天给台湾人办事 每天哄着这帮台独 像上帝啊 你想一想,那帮台独拿着大陆的利益 他可能跟你和平嘛 可能跟你统一嘛 他会越来越闹啊 越来越做,甚至有一天台湾老百姓会觉得 我不作不闹,我不独立 我都对不起你中国大陆,国台办呢 那么幸亏有了武统派的声音 让高层听到了 所以他纠正了国台办 纠正了中国这帮合统派 错误的政策 为什么?你必须是两手 光释放善意 你没有武统的准备 那中国最后怎么办? 被动的应对台湾独立 应对的美国打台湾弹 只有武统 所以五年前 五年前我是第一个在互联网上说武统的 而且我是自己在台北给大家做直播的 我是整个华人世界里在台北街头给大家讲武统的 整个华人自媒体我是第一个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呢 为什么要说武统呢? 那个时候你大家可以想整个互联网的环境 谁敢说武统? 官方绞杀你 私下里那帮台独也找你 那帮台独我告诉大家那台独给我威胁 让我吃小土豆 台湾知道什么叫小土豆吧? 就给我油寄子弹 给我寄子弹知道吧? 要枪杀我 要避了我 这帮台独直接就威胁我 但是我还是坚持武统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了中国大陆对台湾问题只有什么 只有两手 双管齐下才能解决 光喊和平 最后迎来的一定是战争 为中华民族的利益 必须有人站出来说武统 必须有一种声音支持武统 那现在你看中国这个高层 我觉得高层其实也看得很清楚 你包括习近平和拜登讲得很清楚 美国打台湾牌 中国不断的给台独释放善意 释放红利 那最后可能会刺激台独 那么两岸发生战争和大概率事件 那反而武统让台独不敢轻易的宣布独立 不敢轻易的跨越那个红线 反而能够迎来和平 所以很多人现在对武统也有了新的认识 这是第一点 武统败在胜利 我还记得在台湾 在台湾就在台北街头 老观众应该都看过那期节目 我给大家讲武统 我说的很清楚了 没去过台湾 大家都以为都会觉得台湾是中国人同文同种 对台湾善意 去了台湾以后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想了很多地缘政治 你会发现看了很多历史 发现只有武统台湾才能解决台湾 解决两岸现在的问题 因为台独啊想的很简单 说你大陆你同意我们独立了 两岸就和平了错了 这台湾一定要认清楚 不是大陆不让你独立 是美国不允许你独立 台独现在还在欺骗台湾人 说是中国大陆不让台湾独立 是美国不让你独立 因为你独立以后美国将无法控制你 你独立以后台湾问题没有了 美国就没有了抓手 美国就没有影响中国的把守 那这对美国来说它不能允许 所以美国一方面的说台湾是中国领土 一方面的又拿自由民主来绑架台湾人的意识形态 让台湾人宣布独立 但是台湾人宣布独立 美国是不会支持 也就是说实际上呢 美国要什么 要操纵两岸 做一个平衡的手段 所以美国是不会支持台湾独立 那实际上你可以看到美国把台湾当成工具 你台湾独立以后 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来说损失巨大 所以美国现在呢 正在用中国和美国之间这种台湾问题上的博弈 来获得最大的利益 这才是美国想要 所以我希望台湾人也看懂 解决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实际上呢 就是中国的崛起 在台湾地上用武力阻止美国打台湾牌 这样的话才能限制美国 把两岸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让台湾变成乌克兰化 所以才能阻止美国的计划 这也需要台湾人的努力 但是现在看台湾真正聪明的人啊 真正有 怎么说有历史常识 或者真有大的视角 站在人类文明的视角 站在欧亚大陆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没有很少 这也是台湾的悲哀 很多人都变成美国的一个工具了 工具人 工具化 工具政党 回过头来 第二点 我再说啊 这个美国现在呢 认为中国不敢武统 因为武统以后呢 会阻挡中国的崛起 一旦中国武统的话 美国对中国制裁会限制中国和平崛起 会限制中国实现经济目标 但我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只要能使用的 美国基本上全部都使用 没有使用的不是因为他对什么 对你中国释放善意 而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对你中国限制 中国也会对你进行限制稀土 对美国也不利 所以美国能把使用的 对中国的制裁手段全都使用 他也无法阻止中国崛起 所以美国的经济学家 包括美国这些所谓的媒体 昂鲁萨克逊媒体 还是在对中国进行信息战 告诉中国人 告诉中国的高层 告诉中国的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 所谓的大学教授 你们千万不要武统 你们武统了的话 会阻断中国的崛起 会让中国重新倒退 我觉得这都是恐吓 因为实际上 现在美国所做的一切 就是阻止中国的崛起 中国还没有武统台湾 中国还没有发动武统 美国还是对中国进行打压 对中国进行限制 那我从这一点推断出来 中国武统是美国最害怕的 也就是中国可以控制第一岛链 武统以后控制台湾 控制第一岛链 虽然有代价 但是从长远来看 对中国的整体利益 中国的崛起 是有巨大的好处 控制第一岛链以后 实际上美国就无法再通过台湾 来影响中国 中国未来的崛起将不受美国影响 不受美国控制 你要说科技军事方面对中国的围堵 现在美国也在围堵中国 而且强度一点不会弱 那中国倒不如就武统台湾 为什么受你美国限制 所以我一直在讲 美国越不让中国武统台湾 越是拿武统台湾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 来吓唬中国 中国越要武统台湾 还有一点啊 这个底层逻辑 你看看今天俄罗斯 俄罗斯今天呢 因为领土问题 它和乌克兰发生了战争 很多人都觉得俄罗斯得不偿失 但实际上你要放眼 一百年两百年以后 俄罗斯今天收复这个领土 对未来和北约这种对抗 这种集团性对抗 今天俄罗斯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是值得 因为从地缘政治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如果乌克兰 俄罗斯没有控制克里米亚 俄罗斯未来可能会被执解 你花再多的钱 你掏再多的军费 也无法弥补 失去克里米亚 这种灾难性的地缘之后果 台湾问题也是一样 可能会有人算经济账 但是中国失去台湾 台湾被美国控制 对中国来说 地缘政治灾难比俄罗斯还要大 中国面临着整个东南 东南重大的安全威胁 包括上海 浙江 福建 广东 都有台湾服饰 台湾海下 所以实际上中国统一台湾 控制台湾 在地缘正面看 从百年这个角度来看 是必须要完成 所以现在实际上这中国的高层 包括习近平已经做好武统的准备 我个人判断习近平的第二任期 就在做着武统台湾的积极准备 第三或者第四任期就会实现这种目标 习近平任期内是一定要实现的 这是必然 而且不会受到美国这种恐吓影响 说中国武统台湾反而影响了中国的经济 因为美国现在对中国各种经济打压 它实际上已经使出了浑身的邪数 没有限制住中国的经济 中国武统台湾反而能够刺激美国 对美国 我个人判断反而是一种政治 包括军事上一种反制 让美国在政治上失去包括日本韩国 这些国家的信任 军事上失去第一道理 那反而在经济上会刺激中国大陆 和区内国家建立更加牢固的经济关系 没有了美国对中国这种围堵 对中国这种限制 特别是军事政治上的限制 那反而会让中国在整个东北亚地区 获得更大的市场 反而对中国是好处 在军事上和政治上 中国和美国这种地缘上对抗 实际上是一种长期化 就是美国要在政治和军事上围堵 那中国就要先下手为强 解放台湾完成国家统一 这样中国才能真正的崛起 如果中国还有台问题 中国幻想着有一天经济的崛起 那这也是不现实 所以只有先解决领土问题 先解决台问题 中国才能真正的实现崛起 总有一些人幻想 中国有一天发达了 崛起了 台湾自动会回归中国 我还是告诉这些人 看一看外蒙古 中国的经济现在就是外蒙古的多少倍 外蒙古的人均GDP 是中国的不到三分之一 但是外蒙古再穷 外蒙古还是没有回归中国的动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过 台湾也是一样 不要幻想着中国有一天 经济上超过了台湾 超过了美国 台湾就会民心 向往中国 跟中国大陆统一 这都是幻觉 幻想 甚至有一些人知道这个结果 他还是要这么讲 中国有一帮非常可恶的卖国贼 非常可恶 一帮所谓的专家 每天领着美国人的钱 在中国 宣传这种非常低级的 像笑话一样的说法 就像笑话一样 中国发达了 发达以后 就归附了 是不是 万国来朝了 你看看外蒙古就知道了 外蒙古你去外蒙古 你不爱揍就 你敢还统一 你不爱揍 你到外蒙古 你看看外蒙古那个光头党 所以不要幻想着 他再穷 他也不会给你统一的 更何况北边还有俄罗斯势力 还有美国 怎么可能外部势力一介入 你想统一 光有蒙古人 那还不行呢 还有俄国人 还有美国人 还有欧洲呢 所以这是地缘政治问题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武统 我这个是武统派 我一直在讲 没有什么好隐瞒 我是武统派 为什么 因为解决地缘政治问题 只能靠武力 我是更现实的 我是中国人里面最现实的一帮人 武统派是所有中国人里面最现实的 和那帮和统派不一样 他每天在幻想 幻觉 生活在幻觉中 哎呀可好了 中国未来崛起了 是万国来朝 台湾人可喜欢大陆 人不能生活在幻觉中 未来的生活是靠现在你所做的一切来争取的 你生活在幻觉之中 那最后呢 这个世界会给你残酷的教训 你越幻想不来战争 越幻想和平 最后迎来的一定是战争 反而是武统派 中国对台湾强硬 准备武力统一台湾 反而还真正能保证两岸的和平 才能真正的发展 才能保证不被美国拖进地缘政治陷阱 面对美国的围堵 中国只有一条出路 武统台湾